杰妮、金正恩身边的黑衣人 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举世瞩目的美朝首脑会谈中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防弹保镖团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广告 根据媒体公布的图片金正恩的飞机 10日抵达新加坡 他的车队也随后抵达瑞吉酒店的Straight Rages美媒CNN报道 在金正恩的车队抵达之前 一辆巴士在24时8分时预先抵达瑞吉酒店 超过20名身穿黑衣的男子从巴士上下来 他们都佩戴着红色的朝鲜徽章 所以应该都是金正恩的保镖团队 这些黑衣人迅速占据了酒店的一些位置 有的跑到高出后俯瞰酒店的大堂 然后这些人与新加坡警察和酒店工作人员 一起在酒店入口处形成了一道忍 阻挡任何可以看到金正恩的视线 而酒店的客人则被禁止拿着手机或包包 并只能保持坐姿 金正恩车队由酒店出发前往总统府时 这群黑衣男子也从饭店一路跟跑互送 不过跟4月份板门店会议期间不同的是 金正恩车队出了饭店后 黑衣男子纷纷跳上了车 没有跑完全程 4月27日金正恩到板门店与韩国总统文在与举行历史性会谈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黑衣男子同样也受到瞩目金正恩结束上午会谈乘车返回朝鲜用餐时十多名保镖围着他的座驾行成人墙一路小跑互送英媒BBC援引专家的话称这些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负责保护金正恩安全他们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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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朝鲜人民军选拔出来的猛士是一批兼备容貌身材等条件年轻男子据报朝鲜帮金正恩选保镖时选拔条件之一是身高必须和金正恩一般高除了安全因素以外或是考虑到要维护最高领导人的体面和尊严而脸上无伤疤也是条件之一这支保镖队伍很多都是和金正恩亲近的家族 或政界精英家族出身一旦选上便要接受强度和特殊部队类似的训练磨练射击 武术避难等技术韩国男子演唱组合防弹少年团BTS9日在首音乐中心夺下第11贯刷新自身记录视频截图